还有一连三天的101年宜兰县中小学运动会 今天上午在县立体育场热烈展开 此次赛事总共有1400多名的选手参赛 虽然是下雨的天气 不过县长还是勤勉选手 发挥运动家精神再创佳击 今年度的中小学运动会 由头晨镇各国中小共同承办 因此表演活动以镇内学校为主 包含大西国小的创意冲浪表演 以及喜气吉祥的头晨镇震其舞 虽然天气不好 不过学生还是卖力演出 赢得现场嘉宾热热掌声 县长林从贤也借由 目前美国直赖最夯的华裔选手林舒豪 来勤勉选手 秉持运动家精神来创造嘉宾 对所有的运动者所要感谢自信 除了要平时的苦瓜的 这样的一个练习 跟自我的华裔选手林舒豪 同时我们宜然人经常发挥 以广以众 同时是发挥宜然人的这样的一个特质 经常都能够有公积的表现 我们就用这个MBA 而为了达到中身运动健身目的 今年国中小校长还特别组成西南西北各两队 与教育处连队进行一千两百公尺大队接力比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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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然县中小学运动会总共有三天赛程 参赛选手总计有一千四百多位 也欢迎乡亲来到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 宜然县记者来福星存不到 加油